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希娜的戏剧性辞职 对印度政府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在15年的统治期间与印度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并在经济 商业 能源和国防领域加强了合作 然而 随着他的辞职 专家们担心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会显著减弱 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 孟加拉国可能会出现一个 亲华和亲巴基斯坦的新政府 这将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试图使印度成为区域大国的努力 构成挑战 此外 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少数群体的地位 也成为一个主要关注点 特别是在哈希娜被罢免后 少数群体的企业和寺庙遭到了袭击 印度外长苏布拉曼亚姆·贾伊尚卡表示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印度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源于多伦多星报 并由美联社提供详细探讨了孟加拉国总理谢赫 哈希娜辞职后的区域政治影响 特别是对印度与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之争 在哈希娜执政的15年里 孟加拉国与印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涵盖了商业 能源和国防领域 孟加拉国成为印度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接近160亿美元 哈希娜对印度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 还在安全事务上 他成功打击了反印度的叛乱分子 并遏制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增长 这些努力使孟加拉国成为印度 在稳定南亚局势中的重要盟友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在喜马拉雅边界的强势 和与巴基斯坦的长期敌对关系时 然而哈希娜的辞职为印度带来了新的外交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 新政府可能会更加亲华和亲巴基斯坦 这对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威胁 孟加拉国的这种变化 可能会重塑整个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影响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哈希娜执政期间 孟加拉国不仅加强了与印度的关系 也保持了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中国在孟加拉国投资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 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持者 随着孟加拉国面临经济困境 中国可能会继续发挥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 这增加了孟加拉国重新与中国对齐的可能性 哈希娜与印度有着悠久且深厚的历史渊源 1975年 他的家族几乎全部被暗杀 他的父亲孟加拉国独立后的首任领导人也在其中 哈希娜在被驱逐出国后 曾多次在印度避难 他的辞职引发了国内广泛的抗议 最初只是学生要求取消政府工作配额制度 后来演变成暴力冲突 最终导致他被罢免 西方国家对哈希娜统治下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 表示关切 尤其是在他连任第四届总理后 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他的辞职引发了对孟加拉国印度教少数群体地位的担忧 他们约占全国人口的8% 在抗议活动中 有报告称 少数群体及其财产和宗教场所遭到攻击 这进一步引发了对局势恶化的担忧 印度外长苏布拉曼亚姆·贾伊尚卡 对少数群体的安全表示特别关注 并指出许多印度公民已经在抗议活动后离开孟加拉国 哈希娜离开后 孟加拉国总统解散了议会 准备临时政府和新选举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将领导临时政府 然而 孟加拉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这将对印度产生影响 印度担心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哈希娜的主要反对党 如果上台 可能会对印度构成威胁 该党与印度东北部邦的叛乱组织有联系 并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 外交事务专家C Roger Mohan认为 印度与哈希娜的密切关系 可能会导致新政府对印度的敌意增加 进一步复杂化 印度在南亚的外交局势 综上所述 哈希娜的辞职 不仅是孟加拉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动 也对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印度需要在处理这一变动时 展现出高度的外交技巧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确保其在南亚的影响力不被削弱 与此同时 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孟加拉国的新政府 可能会进一步向中国靠拢 这为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 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最近孟加拉国总理的谢赫 哈希娜的辞职事件 不仅给该国带来了政治动荡 还对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构成了严峻挑战 哈希娜自2009年起 连续执政15年 期间孟加拉国经济稳步增长 并且与印度在贸易 能源及国防等领域 建立了坚固的合作关系 尽管美国和英国 对选举的可信度提出质疑 但它的领导确实稳定了国内局势 使印度受益 哈希娜在孟加拉国的统治 不仅使得两国贸易额达到约160亿美元 还缓解了双方边界的安全挑战 它打击反印度的叛乱分子 遏制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上升 也确保了军队的稳定 这些举措大大降低了 区域内的紧张局势 特别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 加强与孟加拉国的联系 以及在边界问题上 与印度对峙的背景下 但是哈希娜的辞职 可能会改变这一稳定局势 专家担心 新政府可能会更倾向于 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 这将削弱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因为中国已在孟加拉国资助了大量项目 并在孟加拉国经济困境加剧的时候 继续作为重要的金融支持者 哈希娜政府的倒台 增加了孟加拉国重新与中国对齐的可能性 这将进一步挑战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地位 除了地缘政治挑战外 哈希娜辞职后 孟加拉国的印度教少数群体的地位 也成为了关注焦点 根据2022年人口普查 印度教徒占孟加拉国人口的约8% 在过去的政治动荡中 这些少数群体曾受到攻击 哈希娜在位期间 则帮助平息了这些威胁 随着哈希娜的倒台 这些少数社群可能会再次成为攻击目标 特别是在近日报道的 针对少数群体的袭击事件中 印度外长苏布拉曼亚姆 贾伊尚卡日前 表达了对孟加拉国少数群体 及其企业和寺庙受到袭击的担忧 并表示这些事件将对印度国内的局势产生影响 孟加拉国总统目前已解散议会 为临时政府和新选举铺平道路 由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 尤努斯领导临时政府 尽管如此 孟加拉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仍充满不确定性 印度担心哈希娜的主要反对党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 BMP如果上台 可能会对印度构成威胁 尤其是该党力来支持印度东北部叛乱组织 并与巴基斯坦有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新德里需要保持高度谨慎 并且展现出极大的政治和外交技巧 以应对哈希娜倒台后的局势变化 总结来说 哈希娜的辞职 对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带来了重大挑战 特别是对印度而言 未来孟加拉国政府的政策走向 以及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将是影响区域稳定和印度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你是否知道哈希娜就像是孟加拉国的铁娘子 她的辞职确实是一个重大变局 但印度必定能够应对 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关系已经根深蒂固 哈希娜的继任者也不会轻易改变这一局面 印度是一个大国 有足够的外交手段来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楚天书 你这么自信 是否忘了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步步紧逼 北京可是大手笔资助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可是实打实的投资 一旦孟加拉国倒向中国 印度的区域影响力将被大大削弱 你所谓的外交手段能阻挡吗? 谢琪琪 别忘了 孟加拉国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一直在哈希娜的领导下保持中立 并且与印度军事合作密切 中国虽然有钱 但与印度的地理和文化联系是无法匹敌的 还有 哈希娜可不是第一次流亡印度 她在印度有强大的支持网络 这些都将帮助印度稳住局势 楚天说 你在说梦话吧 你有没有想过孟加拉国内部的反印情绪? 这些抗议者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可是对哈希娜的轻硬政策不满意 你提到的军队能否制止内部的动乱? 更何况 印度较少数群体现在也面临威胁 形势对印度并不乐观 谢齐齐 抗议者只是短期现象 长期来看 印度与孟加拉国的经济利益结合会使双方继续合作 印度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到160亿美元 你觉得这么大的经济利益 孟加拉国会轻易放弃吗? 哈希娜的继任者 如果头脑冷静 也会选择与印度保持良好关系 楚天书 你就继续做你的美梦吧 孟加拉国现在经济困境加剧 中国的资金援助对他们来说是救命稻草 而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都高于印度 你认为这些经济利益能超过中国的吸引力吗? 再说了 印度自己内部问题一大堆 还能专心应对这么多外部挑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